烦恼蝉扶需要善知识来解惑 扭转乾坤从新开始 我得到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效 也很对的一个答案 就是良好的习惯 要用心去培养 不好的习惯 要决心去改过 我是觉得 这是每个人都很受用的一件事情 去除不良习气 要了解自己 然后对质 贪嗔痴慢疑 比如说少玩点电话 多看点书 去做多一点 运动不要整天待在房间 什么事都不做 自己躺在床上按电话 所以就要从自己开始开始 慈季八珠八峡联络处 为慈亲举办新春联营祈福会 志工们引导年轻人 把握行善的机会 也寻找自己新的方向 大爱新闻真相片之宫 林逸宁 林宏业 马来西亚报道